大家好,我是東雲走的小豆包伯 東京是一個美食之都 很多人來東京旅遊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吃好吃的 米其林一顆新的拉麵 上等豬肉做出來的炸豬排 CP值超高的燒肉 高級巧克力做出來的聖代 甚至當地的異國料理都有他自己的特色 我們這次就來介紹幾家東京的餐廳吧 鮑伯這次利用日本很常用的塔貝樂具 以及外國人愛用的Google 以及鮑伯自己的味蕾綜合評價來推薦這些美食 如果對塔貝樂具不熟的朋友 只要記得大概3.5分以上評價就算不錯 3.5到4分左右 大概就是日本前3%的店家 4.0以上全日本大概500家左右 大家就參考一下囉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白飯 煮菜 小菜 味噌湯 聽到這種組合 應該就直接聯想到日本吧 想要試試看日本四十七道都浮縣 特色食材的話 可以試試看位在社谷的D47 這裡的店家嚴選各地特色美食 所設計出來的定食或是小菜 即便你已經來日本很多次 還是可以充滿新鮮感 沒有離開東京 但感覺好像去了其他外線是一樣 潮鴨的TOKIWA食堂開業將近50個年頭 店家的初衷就像每一個來店的客人 都會有超好吃 一定會帶來的心情經營這家店 定食所用的料理 都是當日由店家親自挑選 或是透過合作農家直接進貨 可以保持食材的鮮度 店內整潔以及服務態度很好 整體油餐感覺超棒 吃過一次 真的還會想再來一次 快要過年了 現在看這部影片裡 是否正在為了日本旅遊做功課呢 你知道日本第一大的訂房網站 樂天旅遊已經登陸台灣了嗎 要訂日本的旅館 當然要到最懂日本的樂天旅遊啦 樂天旅遊深受日本人的喜愛 在上面可以找到最到底的日式溫泉旅館 商務旅館 民宿 有更多在地的房員工你選擇 讓你享受日本暖心服務品質 為了方便台灣的朋友使用 網站提供全中文的介面 讓你可以輕鬆訂房 即日起到1月30日 正在進行新年感謝祭 現在訂房最高可享88折優惠 新優惠還可以再享9折優惠 頂取Coupon後 就可以看到折扣後的價錢囉 訂完旅館之後 不管是行程有改變 或是不小心看到更稀的旅館也沒關係 樂天旅遊上 大部分旅館都有期限內免費取消功能 讓你可以放心的找到最喜歡的住宿 最後 樂天旅遊的官方網站 會不定時的推出優惠活動 大家可以沒事上去看看 配合優惠神夏的旅費 來換成旅遊購物基金 也可以追蹤他們的FB看優惠 訂房還可以賺取樂天點數 可以用在之後的訂房的摺底 或是台灣樂天服務的摺底 如樂天市場 點數超好用 正在規劃日本旅遊的你 趕快上樂天旅遊看看吧 寶寶覺得壽喜燒是一種 會令人感到暖心且幸福的料理 開業150年的伊西巴西 擁有米其林一顆星的加持 家店走一種 復古明治時代建築的樣貌 印牙的各式讓你有種 身處高級溫泉旅館的感覺 店家挑選厚度 雪花紋路鮮細的頂級和牛 有經驗十足的女將 一片一片做給你吃 當然好鹹度的醬汁 加上濃郁的單汁 直接吃 加上野菜金色菇都很棒 吃完之後女將還會做蒸蛋飯 作為結尾蒸蛋很合適 像伊西巴西這種高級的壽喜燒 吃一次會花上不少錢 冬季有沒有價格合理又好吃的壽喜燒呢? 1952年開月也新宿的衣炊 有著老鋪的風味跟裝潢 但壽以燒的價位只需要三四千日幣而已 壽以燒的肉採用 國產的黑毛和牛沙朗的部分 配上恰到好處的醬汁 肉非常的軟嫩 感覺褐在嘴中融化的大推 說到於肉為主的料理 就不得不提到鐵板燒啦 銀座的佐賀牛祭樂 就直接寫在店家的名字上面 對 就吃和牛中最高級之一的佐賀牛 據說每年只有產不到兩萬頭 肉的特色是肉質柔軟 然後肉的色澤飽滿 祭樂的裝潢就讓有種進到高級餐廳的感覺 在高級的餐廳吃高級的佐賀牛 當然蔬菜海鮮等等的配菜也都當季嚴選出來的 這一餐覺得讓你吃得開心又滿足 跳脫牛肉的範疇 我們來介紹雞肉吧 燒鳥是一種日本的庶民美食 東京超多間燒鳥店的 但並不是每一家都超好吃 所以Bob來介紹幾家名店 位在麻布石藩住宅區 據說很多藝人拜訪的豬肉的鳥 是一家感覺高貴 但不會太貴的串燒店 必點的禮雞肉跟芥末完美的搭配 微辣且多汁 很刺激味蕾 也有很多創意料理 比方說雞肉包培根等等 大家可以來探索 米其林指南連續四年上榜 為了五臟小三Yakitori Masakichi 使用新細產的月之雞 特色的脂肪比較少 所以相對健康 肉質柔軟 而且香味十足 除了雞肉品質很好以外 使用的技術備長炭 跟調味的海鹽 也有非常大的加分效果 我們接下來介紹咖哩這個選項 不要小看日本的咖哩 很多其實都是帶有日本在地化的風味唷 比方說北海道的湯咖哩 在東京也有很多餐廳 神寶店的Sup curry 紅 你可以選擇臀骨或是國產雞肉的湯底 辣度也可以自己選擇 風味十足 蔬菜跟肉吸血湯的精華真的超讚 歐風咖哩讓你以為是歐洲的咖哩 但其實是日本原創的咖哩口味 其中最有名一家神寶丁的Bondie curry 蜜傳的咖哩醬十分的濃厚 據說加了許多香料和水果調配出來的 好爽的澆在飯上大口享用吧 咖哩飯的副餐、烤馬鈴薯 加上鹽巴跟奶油 看似簡單但風味十足 這餐碳水化合物有點超標 帶來日本玩嘛 熱量會自動留在日本啦 如果來日本同行的人數夠多 那吃居酒屋就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中野的露蒸氣是居酒屋的名店 特色就是使用炭火燒出來的料理 烤什麼比較好吃呢?當然是烤魚囉 店家直接使用店內中央的備長炭烤魚 這種野性十足的方式包括有夠愛 而且魚的種類很多 大家可以點不同種類的烤魚試試 除了烤魚以外 其他料理也都很讚喔 阿諾哥蓬銀座本店是日本知名阿諾系列的一個分店 這系列的特色就是使用高級的食材 但是合理的價位吸引顧客 所以你可以吃到黑毛和牛的壽喜燒 食材不一般的關東煮 或者平常價位可能高一點的日本酒 吃完之後結局上會發現CP值還滿好的 羊食聽名字好像是西方的食物 但其實是明治時代受到西洋料理影響的食物 比方說可樂餅或蛋包飯都是 營業花一百年未入骨這樣的香味屋 可以說是羊食的大佬 有種高級餐館的感覺 最人切料理是炸肉餅 滿滿的肉汁爆漿出來真的超爽 香氣十足的燉肉 肉超肥厚的炸蝦 金黃酥脆可樂餅等等的餐點都很不錯 菜單種類豐富 大家可以找多點人 點多點料理一起分享 如果想要試試有點家庭料理感覺的羊食 可以試試看小川丁的七條 中午晚上都不會很貴 特色是他們家的炸物很費工 吃起來很酥脆 但不會太油 包補點的招牌mix fry 可以吃到兩隻炸蝦 風舟市場買的炸魚 以及奶油螃蟹可樂餅 這些都是羊食的招牌菜色 加上店家特色的塔塔醬 爽 漢堡牌是羊食的經典菜色 位於新宿醫院前的Hamburg Will 使用了鹽手餡的高級豬肉鹽中豚 特色就是脂肪的香味跟可口的肉汁 有各種不同的料理方式可以選擇 包補選了白醬加培根 然後打上一個半熟蛋 整個超濃厚肉汁的大爆發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那美食其實非常的主觀 有些人吃不習慣米其林餐廳 有些人則覺得同班美食是王道 好不好吃還是要看自己的喜好 但希望影片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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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